今天我會帶大家由絲土棧道爬上去獅子山 我也知道大家上過獅子山很多次 但每次都是走郊遊徑上去 是不是很悶呢? 這就對了 這次我們不會再走普通的郊遊徑 我們會爬石馬正直 去找石馬 再經過絲土棧道 一倒絲土的大波板 上山頂再轉到紅絲拉齒席下山 全程大約5小時 首先我們去黃大仙站 沙田奧道總站 搭18m的小巴 去到總站法藏寺下車 我們由法藏寺北面的路線上山 去到這裏我建議你都是開實個離線地圖來走 因為你都見到這個地圖 至少有5個分岔路 由獅子山尾上去是有好幾條路 以我上網做的資料搜集 他們都說石馬內隻是最難的 接著就是石馬正直 石馬外隻是比較容易 而絲尾隻是最容易的 而我們這次走的就是石馬正直 走完這個石馬直之後 過了這個石馬 接著會走這裏接入絲土棧道 再走到這個位置就是絲土大波板 接著原定路線就是想接下去紅絲拉此席 但當時我們找不到這條路 所以我們回頭上山頂 再由山頂找回紅絲拉此席落山 落到翠竹花園 這裏就是法藏寺旁邊的大閘 團長好像酒店的Bellboy為我們開門 進去會輕輕地上一條斜路 進去深山之後過了幾個石屎的建築 就會去到獅子山廢礦場 而摩繁都要說多一次 進去後記得拿著地圖走 這個石礦場 高處看下去是凹凹了下去 而且它是大到 開Google Mac或者Google Earth 都可以很快地找到它 你給一點點想像力 它還像一個心形 我們這次走的就是石馬正直 即是我們現在的面向著礦場 在我們的右手邊走上去 爬上這些大石上面 都不算太難爬 非常多的手位讓你爬上去 爬上去幾步之後 就到了一個開陽位 讓大家欣賞一下城市的風景 在快到石馬之前 會去到一個稍微危險一點的石崖位 話說這段影片是2017年拍的 因為2020年的我 流拍了這個位 所以我就特意找回2017年的影片 給大家看看老房 2017年的我們 還要不是經石馬正爬上山 而是反轉下山 最高這塊壁 好在上面也有多少的石垃位 輕輕地借著繩的力 重心坐低一點 好好地利用上面的石垃圾 就上去 都很好玩的 過了沒了 這位朋友已經知道這個壁 究竟是什麼料子 所以他已經很開心地 又上又落地玩了 所以給自己一點信心 小心一點 你也可以上去 上多一會就看到石馬了 真的上多一會就沒騙大家 我們用航拍飛出去 大家就會明白了 這裏就是那隻石馬 而這裏就是剛剛我說 有繩子的攀爬位 其實上多幾步就到 這塊石馬 從旁邊看過去 好像一隻馬的頭 所以就叫做石馬了 而我就覺得他像一隻星星多一點 大家可以留個言 告訴我 究竟他像什麼 好搞笑 不如你站在這裏吧 你不要用 他都是一個景點 大家也可以爬到高一高 跟天地正氣來個合照 告訴大家 你有多麼靜氣 拍到差不多 我們又轉左 經過傻人塔 而走進去 屍兔棧 走了半個小時 就到屍兔棧 其中一個景點 就是屍兔大波板 大家過這個位置都要小心點 小心被右邊的樹木刺到 稍微一筆 就會沿著大波板 滾到波板底 我們看回航拍的畫面 現在過的是大波板的上面 而最右手邊大約這個位置 就是石馬的位置 大波板和石馬中間 雖然是沿來峭壁 但依然是有條路的 而這條路 就是我們今天走的屍兔棧 大家可以看到 這條路線的位置 正正就在屍兔棧 所以才會有屍兔棧 這個名字 波板的頂和波板的底 都有路可以接下去 紅絲拉齒席 落山 也是我們原本想著會走的路 但不知道是否因為 那裡的路況比較不明顯 所以我們決定回到波板的入口 轉左上山頂 再由山頂走過去 紅絲拉齒席 上山頂的路比較沒那麼驚險 相對來說比較輕鬆 我們就像螞蟻一樣排隊上山頂 我們的團長以他一貫的作風 一馬當仙地跳上去 然後回頭看自己的團友 恥笑他們為何爬得那麼慢 沒錯 他就是上次跟我們一起爬魔鬼西牙的人兄 有興趣的話可以找我的影片來看 大家可以看到螞蟻兵分兩路地爬上去 這條路的石頭未至於風化得太過嚴重 而且也不算十分扯 所以只要自己小心點 自己衡量那條路 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內就可以爬上去 團長可能見到我的航拍攝著他 所以他特地等同團友 平時的他 當團友去到他的位置 他異話不說 轉頭就會繼續上去 平時都沒什麼人跟得上他的步伐 所以他行山應該都很悶 沒什麼人可以跟他吹到水 那怎麼辦 就唯有聽歌 講起聽歌就要介紹一下 這隻Speaker 等等 即是這樣 不是不讓你賣廣告 而是大家明明在走獅子山 為何會無故去逛間 你聽我解釋 絕對不是因為我出片的時候 間櫃已經結束了 絕對沒有關係 而是我想跟大家說 這一個 BRV MINI的Speaker 有IPX7的防水設計 可以飄在水面上用到 這樣逛間出海就非常適合了 而且他真的很輕 你知道又要帶航拍又什麼又什麼 好死重 如果Speaker重一點 真的搞不定 官方說他有12小時的播放時間 我就沒有實質測試過了 不過我個人覺得他真的可以用很久了 他的音質和音量絕對不弱 不過我都提提大家 雖然他的Speaker 這個音量的確是很厲害 但請你逛間逛山的時候 都不需要那麼大聲 自己聽到就OK 盡量不要影響到其他人 價錢來講 用了我這個Coupon Code 截實了大約300多元 我個人覺得300多元 有這個音質和音量 是絕對抵玩的 大家有興趣就可以 按下面的Info Box看看 好了 我們回到獅子山 走完最後這一段 上去就會到接近獅尾的位置 上去轉左 上面人山人海 我們還是快點逃離現場 走前一點 看著地圖 轉左下山 看看航拍 我們大約 在這個位置 這樣下去 去到這個位置 有一個打卡位 我2017年 坐出去 都覺得不容易 到了2020年 輕輕鬆鬆就彈出去了 所以平衡力好的 你可以小心坐出去打卡 平衡力不好的話 爬多幾年山 儲多些經驗 再回來坐出去 一切都是講技術經驗 和能力 不需要為這些行為 指指點點加以評論 平時我都不覺得 但當再一次經過這道同一個位置 想起以前 自己戰戰兢兢地爬出去 再對比現在輕輕鬆鬆地坐出去 出去的時候 發現經過這幾年 自己的技術能力都好了 這個感覺是非常奇妙的 那時候都走得有一段時間 可能很想快點下山喝口 所以都沒什麼拍片 唯有拿回2017年的紅絲拉齒 頂住檔 路況其實都是這樣 在雜草中間穿過 如果你剛剛上石馬 用繩的位置都難不了你的話 那這裡對你來說 都不會算十分之難的 遇到斜位 慢慢小心下就OK了 沒有什麼特別 太過險的位置 落到最底 還有一塊紅絲拉齒石 原名叫做紅絲拉屎石 即是石是獅子撒出來的屎 拉屎拉屎不好聽 所以就變成紅絲拉屎石了 不過當天我們下去已經入夜了 所以沒有再拍給大家看了 如果你看到這裡 即是說你到我的影片 都有一點點的興趣 不妨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給我的Instagram 或者Like我的Facebook 這樣我有新的遠山片 大家就會第一時間收到 喜歡這段影片就給個讚 有什麼聲音你覺得很值得去爬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想告訴你朋友 叫他帶你去的話 就share一段影片給他 或者tag他出來 那今天C肚棧道的旅程 就到這裡 我是Willie 拜拜